曾志豪在《大紀元時報》專欄 《不敢說》發表文章 題為所謂香港角師的菩薩心腸 香港政壇有一個很古怪的名詞叫角師 香港領導人充其量就是一個市長 與什麼古代天子相去甚遠 甚至會有潛穴之嫌 自稱帝師或角師不倫不類 再者這些被稱為什麼角師之人 又有什麼真知卓見呢 最近一個在媒體上被稱為 葉角師、董建華角師的葉角華 又跑出來指點江山 為香港什麼時候有普選給了個判斷 結果疑笑大方 有什麼好笑 首先此人是董建華時期的特別顧問 我們不知他具體給了什麼見言董建華 但結果論來看 香港經歷了建華之亂 50萬人上街再加腳痛下台 角師什麼水平 應該心裡有數吧 葉角師今次說了什麼 他說新一代歸心便有條件普選 等國際形勢換和癖力手段便會終結 他說他很想速成普選 而且一直有push即推動 但奈何近年國際形勢惡劣 簽實要在南海南澳洲飛機 情況就好像下大雨一樣 相信等國際對立局面有變 以及香港新一代對內地的疏離感減少 才是普選時機 哈哈哈哈 我們看錯了 原來香港的普選 不是一個城市內部的政治事務嗎 不是和一個地方的教育、經濟、文化水平有關嗎 竟然無端端拉扯到國際戰爭形勢 連祖國戰機要在澳洲攔截敵機 亦都會影響香港普選時間表 角師角師 基本法關於普選的寫法 只是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 及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 根據的只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 並不是你老人家所說的澳洲、俄羅斯、烏克蘭罷 你自己僭建了那麼多額外因素 你的想像力亦都很豐富罷 根據這些邏輯 香港一世都沒有普選 因為國際形勢變化萬千 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下屆可能特朗普又當選 這樣香港只能祈禱美帝大發慈心 放香港一馬 快點對天朝釋出善意 比香港早日有普選 但這樣一來 是否葉國師承認 香港本土事務其實受到外部勢力干預 葉國師講完外部環境 又加一個內部形勢 要香港新一代對內地的疏離感減少 才能普選 這個邏輯是這樣運行 如果香港人對內地仍有疏離感 便可能選出對內地有敵意的議員 甚至特首 所以一定要防止這個情況出現 所以我們明白香港的普選 是一個有前提有限制的選舉 無所謂 反正香港人經歷了這兩年的牢獄風暴 大家心裡有數 但問題是這個前提只怕是空頭支票 要跟內地沒有疏離感 看看澳門 同心同德 熱愛祖國 一直都是香港的榜樣 看看這麼聽話的澳門孩子 何時會有普選 他們立法會緊淨的民主派 亦都被DQ趕走 更煌論普選 再者 內地人民 這麼無限熱愛共產黨 肯定與祖國零距離 無疏離感 請問神州大地何時有普選 沒有講時間表 習近平多次強調 中國不會搞西方的三權分立 不搞西方的選舉 即是說 就算香港人將習近平的畫像 都掛在窗戶 墳鄉莫拜 亦都不會有普選降臨 所以這是一個謊言 再加上葉國師說 匹力手段之後 便會有菩薩心場 這個根本就是漁民政策 合理化政權的高壓手段 這種邏差十分似九流電影橋段 恐怖分子說 我先要用恐怖手法破壞舊世界 再重新建立美好世界 大家就忍耐一下 常識告訴我們 會用匹力手段的人 便不可能會有菩薩心場 在土改殺了地主的共產黨 果然之後便忍不住 三反五反 由文革批到直到今日 仍然是霹靂不斷 菩薩心場只會對趙家人罷 只要香港人一天仍對內地有疏離感 便會繼續霹靂手段 但越是霹靂手段 便只會令人對內地越疏離 惡性循環 普選永不降臨 對了 忘記了葉國師口中的普選 是甚麼課式 原來是最多由選委會推選 兩至三個候選人 供港人選選 而所有候選人均需經過國安審查 確定是愛國愛港人士 才可以出選 這種普選 no offense 確實你自己玩玩好了